看一份版本,看看今天,他这个,第二轮呢,他两轮嘛,第二轮是要求啊,有其他的员要协助来完成,所以这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创意,啊,高度,啊,日空难度,准确,要借,刚这还, 一个跨下,因为这种靠然呢,相对来说,创意还不是特别的,不舒适,哦,其实现在,有时候这队员他就一看这个没靠进,马上就换一种姿势,啊,换一可能自己更为拿手的,你还要靠进去啊,昨天有一个队员是六次没有靠进去, 其实现在靠人家在井南的,就是说呢,已经有那么多有高难度的,那个,大抢住的那种暴扣了,所以在想抢住新花招来不容易,因为呢,这个地心引力在那儿了,你人的这个,谈跳是有极限的, 来来,站在谈是准备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了,底线,哎,跳的还是蛮高的,是吧,因为你看他在刚才在这,他要在一分当中完成这个,已经连着三四次的这个划下,没有了,你这么连续跳啊,脚都开始软了,哦, 哦,江二郎也在,王志志也在,啊,六分,七分,七分,七分,八分, 啊,三十五分,啊,第一扣得分不是很理想,啊, 张 idol 。 烧跟魏似鲁撋,他昨天是47和50啊, 对吗? 昨天他上了以后转身360度,双手的爆扣是他的第一扣,昨天。 得到47分。 太简单了,高度之高,这绝对比刚才张志涵那样高得多。 因为他身高也高。 高度非常好,但是难度并不是很大。 8分,8分,9分,42分。 他这一扣得到了42分。 第三位,来,我们的江苏的爆扣,吴南。 看看吴南,来自江苏的选手上届的冠军。 昨天吴南是第五出场,他是一个小风车之后的双手爆扣,引爆全场。 当时得到了是第一轮的最高分,49分。 好,这嘴里还叼了一根笔,看看。 看看怎么这是,这只有放异啊。 嘴里叼一根笔,看看这是。 一手拿一手啊。 使出什么花招来。 这个黄北京后边写了俩字。 未免。 表示了他的决心啊。 想起那一年是白人先手8分。 开始没敢落。 拿了冠键以后, 买了个外号里面写着白人也能飞。 对。 这个第一个先试一下。 先试一下。 他并没有全力的跳。 这个多少还有一点点危险性的啊。 这个其实我们在以前看到过宋涛表演的学生。 2比08的身高。 他身高绝对比这个吴南要高得多。 啊。 助抛以后左右手割一个球。 先右手或左手光光先后靠进去。 但是嘴里倒没叼着个笔。 对。 所以不知道这叼着笔是什么意思。 咱们看看这个创意啊。 啊。 你看这。 两手都拿的时候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助跑啊。 对。 可是还有5秒就没了。 他也要快了。 这真跳了。 哎呦。 摔了一下。 扣中了一个。 扣中了一个。 啊。 看看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得分。 哦。 很悬啊。 时间将近到的时候。 7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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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 35分。 他和这个张志涵是一样。 那目前是西安威廉姆斯领先。 他要找一个助手啊。 这是规定动作。 规定的。 好的。 由其他人协助完成。 已经勾通过了吧。 张志涵。 哦。 来看看张志涵。 看来这是要由助手基地。 传球。 打在这个篮板上弹回来。 由助跑跟进的这个张志涵空中一个爆扣。 看是怎么样一个单手双手还是整扣。 对。 这很难的。 好。 因为你要想有时间有高度都合适。 哦。 还行。 还这么高。 这个。 刚才试了两次都没吃好。 对。 他这一地弹起来很柔和。 高度也够。 正好他起跳以后双手抱扣。 对。 这个时间。 很好。 42分。 好。 42分。 这个成绩比他的第一扣要好。 第一扣只有35分。 现在第二位。 他的总得分是77分啊。 郭松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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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家队的选手。 拿了一个梯子啊。 这个有点创意。 手里还捏着一个小球。 捏着这个什么东西看着。 一百万的可能都。 他跟我说, 拿食物。 拿食物。 本来的要放在那。 哦。 他是把东西放在那。 哦。 一个小吉祥物似的。 对。 这是我们想起了这个。 这个桃。 桃子。 哦。 一个水果。 看来是不是要把这个摘下的同时。 另外爆扣成功。 他拿嘴掉下来再扣。 他没那么高。 对。 想起了这个魔兽霍哈德了。 超人啊。 看这个精彩。 带着面具了。 带着这个面具。 多多的脸膨。 没有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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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什么呀。 球在台南球上。 艾瑞丁。 艾瑞丁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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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。 是奥瑞丁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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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现在新威廉姆斯已经是87分了 这是看来几个队员,几名队员 来协助他完成第二课 红地方超人 中国的超人,未免冠军吴南 吴南是和三位球员合作 昨天是金立鹏的传球 然后他飞跃成功,表现得非常完美 昨天他两轮得到了99分 达智在后面传球 在篮架子后面 达智 这太难了,因为达智你看不见,上面都挡住了 对,不能太远 对 这就进了点 哦 这个难度太大了 这难度太大了 哎 抓紧时间,这个时间不能这么浪费 35秒钟 好 他其实应该晚点上 他现在要晚点上 全场观众啊 都鼓起了掌 好 好 这是配合成功了 但是很短期 对 还有十几秒 其实达智应该下来了 他下来扔吧 这么扔也太难了 你看看 这时候你要把这球扣进啊 所以你就下来 应该说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4秒 3秒 没机会了 2秒 这一位算了 哦 其实在十几秒时候 达智应该下来 你们俩人配合吧 我赶紧过来到场地里 我随便抛一下 起码可以扣进去 有分 烫 点击 稍后